52歲在台中做四次試管 應該都失敗 他的先生非常體貼 因為他這個太太 其實是他們家公司的 我的病人是大老闆 那他公司的會計 那他在52歲做了四次都沒有成功 他就帶他太太說 我們去中醫調理一下身體 休息一下 那沒想到這個中醫非常的老實 跟他說 52歲我們中醫真的是 沒有辦法 你去博恩副展開找蔡宏伯醫師 他高臉懷孕好像 五六十歲都有成功的案例 還聽說有62歲試管應該成功 所以他就 帶著他來找我 我們根據他的條件 擬定了一個懷孕的成功方程式 他先生聽了以後 因為是大老闆知道 我有成功的把握就放手給我做 我們幾次胚胎生了一個女兒 他還有七個胚胎弄在這邊 但是太太同時不想要把這個七個胚胎 組成她的職工 那先生每一年都會來偷偷 要不然 三五年就會來偷偷繳錢 已經繳了七年了 對 那 比較有一點點狀況的是 太太最近被診斷出有一點重大疾病 所以我的病人在思考要把這七個胚胎 移到美國 或烏克蘭去做事 帶領一幕 你說烏克蘭現在不是在戰爭 為什麼有帶領一幕 我的一個女警察的病人 她正想 她是女警察 她想要去烏克蘭戒卵跟戒子宮 我說你是女警察 你要守法律 因為帶領一幕這個很容易 在小孩子生下來之後 要到她 成為她的子女 這個當中會出問題 那 病人是警察 當然他知道法律的 紅線在哪邊 我有法官是 判過台灣帶領一幕 就是從在國外帶領一幕到台灣 哪裡會犯法呢 就是在那個 要認子歸宗那個關卡報戶口 那個地方很容易出問題 台灣有兩次 帶領一幕這樣的案子被起訴 所以 這個52歲 生了一個女兒 現在 我最近她先生來找我 在跟我討論 她怎麼把胚胎移到美國去做帶領一幕 我說建立她去HRC 這個 妹妹已經要進入小學了 所以 52歲求職 有52歲求職的 不得不生的苦衷 或者是一定要生的理由 所以 有時候我們在 臉書啦 Domin啦 或者是IG去分享 我們52歲62歲 出管應該成功 常常有些病人會痠 為什麼這麼老人要生 這個小孩子 對這個小孩子不公平 但是 他有他不得不生的理由 我們都要予以尊重 再一個